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日本政府在4月7日星期二 宣布七個刀斧縣進入緊急狀態 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在Twitter上對日本致以慰問 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禮上往來 對於這份來自台灣的問候是表示感謝 本來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交流 只不過這樣也可以引起中國外交部抗議 到底這兩位領導人在Twitter上 作出了甚麼隔空互動呢? 蔡英文當時的貼文是以日文寫的 她說 讓我們攜手打贏這場戰鬥 無論是地震還是颱風 在台日的合作下都克服過來了 所以這一趟我們一定能夠再次贏得勝利 並且再次見面 We can win again We can meet again 安倍看到蔡英文總統這樣寫 她就禮上往來 她怎麼回答呢? 各位台灣的朋友們 對於這次台灣很多朋友 有情揚日的鼓勵支持 我僅此機會表達致誠的謝意 我們一定是可以打贏病毒的挑戰 共同渡過這個難關 日本台灣一起加油 其實都是相當中立的 而且大家都看到 安倍晉三已經避重就輕 雖然她正在回覆蔡英文總統的貼文 只不過她是隻字不提台灣政府 或者台灣目前的執政黨民眾黨 甚至乎沒有提到蔡英文總統 或者她的跡涵 那就已經是給了面子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照計都不會違反什麼一個中國原則了吧 這些純粹是很普通的交流 誰不知這樣都可以觸碰得到中國的神經 根據日本媒體《獨賣新聞》引述日本官員消息所說 原來中國很在意台灣和日本領導人在網絡上互動 中國外交部就此 已經對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提出抗議 這樣都可以抗議 豈不是台灣日後要和外國政府 或者官方機構接觸或者交流以前 要預先取得你中國政府的同意和允許 才可以去做 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打橫來講橫斑斑 這些普通問候交流 不用這麼神經質 顯得出你小喜 實情台灣所搞的口罩外交 當然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是得到外國政要的稱讚 這個很重要 你以前做任何一件事 你都肯有一個目標 不是為做而做 人家做得到 得到了外國的讚許 中國又如何呢 中國開展了醫療外交口罩外交 成效又如何呢 最近 芬蘭又向中國採購了200萬隻口罩 這批口罩在4月8日 經廣州機場運抵黑爾新機 在抵達時 芬蘭社會事務和衛生部部長佩科寧 還非常著弱 在這批口罩面前打卡 然後把照片上載到Twitter 一味滿心歡喜 以為這次行 有這麼多貨源 在第二天 這批口罩被發現 是不符合在醫療環境中使用的標準 衛生部常務秘書長法希拉就說 這樣我們當然非常失望 不過也不要緊 這批口罩仍然可以供應給 院舍護理設施當中的護理員去使用 在醫院就沒有用 一般的老人院舍就用足夠 因為那些地方相對沒有那麼高危 這些口罩的品質當然是達不到人家要求的標準 所以才退而求其次 配給護理院舍來使用 實際上芬蘭人都算是好相遇 人家如果拿正來做的時候 大可以要求你中國的廠家 要不就退錢 要不就換貨 總之左攪右攪增加成本 但現在人家寧願吞了它 也免得煩你 芬蘭國家緊急供應局主管駱內馬就提到 說實際這個問題 都不是芬蘭獨自去面對 其他歐洲國家在訂購中國生產物資的時候 也遇上過類似的問題 即是芬蘭人根本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人家免得煩 可能要求你退貨換貨下 又會遭到你的刁難 或者又要再延多一段時間 反正在那些沒那麼高危的地方都可以用 就照噓了它算數 只是這樣解釋 除了芬蘭這些歐洲國家以外 原來遠在中美洲的墨西哥 也是遭殃的 根據墨西哥前駐華大使瓜哈爾多 在Twitter上爆料就說 中國的廠家是趁火打劫的 當你們在爆發初期的時候 就由墨西哥買了大批防疫物資回去 現在竟然以當時的價格提升了20倍 賣給墨西哥 這種逃利方式很失得 現在墨西哥安排了20班航基去上海 買這些防疫物資回來 實際這些完全是投機賭賣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全球來團積物資大批大批購買 當你說個案清零到你沒事的時候 就要展開醫療外交和口罩外交 竟然以20倍的價錢賣給人 還說什麼滴水之印湧傳耳報 擺明就是謀取暴利成人之危 這些就叫做醫療外交口罩外交 還有一件事也想說一下 有一名大陸作家叫方方 他在武漢封城期間每天都寫日記 好了 後來有出版社曉他把這些日記結集出版 整理好以後 首先本來要推出的是國內中文版本 後來他這本的方方日記 就遭到極左人士的叫馬 目前所有國內出版社都不敢幫他出版 但外文版本已經是印製當中正在預售 到底這位方方為何要出這本書呢 當然他不是為了賺錢 只不過是想把實情反映出來 誰知他不是賺錢 因為他叫出版社開高一些稿籌 而是把這些錢捐給殉職醫護人員的遺屬 他也是相當有心 他也是在做一些公益的行為 只不過也有人看不順眼 其中一個就是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就出了一條微博的貼文 他說什麼呢 大概都在那裡酸溜溜的 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他說這個時候 方方日記被美國的出版商加緊出版 散發出來的缺乏是什麼好味道 那什麼味道呢 難道他在這條貼文當中 最後還寫到 這本方方日記不會是一般的幾十文學交流 他一定會被國際政治捕捉得到 很有可能的是 在未來風浪當中 中國人民包括那些曾經支持過方方的人 將會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裏頭埋單 實情胡錫進這番言論 完全是牛頭不搭馬嘴的 當這位作家要推出一本日記的時候 最重要他裏頭寫的東西 有沒有與事實有底足 若然他根本上都是按著客觀事實來寫 只不過是加上了他一些主觀個人感受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若然你認為那本書裡有一些部分是虛構出來的 那你就指出哪些部分是虛構的 就不像你現在這樣走出來提出那些無厘頭的指控 都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讀一篇方方日記的標題給大家聽 你就知道為何那些人在批評他了 其中一天的日記是3月8日寫的 標題是怎樣呢? 政府請收起傲慢向武漢人民感恩 你真是這樣寫不怪那些人 暴跳如雷 一隻二隻的拆鞋子還不出來咬他嗎? 實情不僅在國內有異見的聲音 連越南也想挑戰中國在醫療外交上的主導地位 越南雖然他的醫療物資相對匹乏 但他仍然向很多國家提供了幫助 包括向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 捐贈了55萬隻口罩 向柬埔寨捐了39萬隻口罩 向老窩即是遼國 捐贈了34萬隻口罩 同時又向美國供應了45萬件防護服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收到這批物資後 就稱讚越南是美國的朋友 當然想得到這個稱呼也不容易 為什麼越南會專誠向老窩和柬埔寨捐贈相對多物資 擺明是要與中國抗衡 因為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後 對於柬埔寨和老窩的投資大幅增加 使得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強了很多 一比較以下 越南在這兩個國家的影響力相對縮小了 所以越南就使出這招口罩外交和中國抗衡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